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白 我们今天要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论坛活动 好久没有跟大家介绍论坛跟活动了 那我们来一一看一下 我们先从6月17号来看一下 梦幻队决赛又回来了 梦幻队决赛 7月1日跟大家说说话 在3月2日4号首次亮相的时候 很多挑战者喜爱的梦幻对决将再次回归 有吗各位观众朋友 你有喜爱这个梦幻对决的再次回归的感觉吗 好自己想就好了 不用回答了 6月20号9点到6月28号的11点59分 那大厅战斗 那个参加方式就是大厅里面的战斗 那梦幻对决进行三对三对决 好吗 在KFS参战中的所有格斗家中 选出三个格斗家进行对决 进行对决 这个应该大家都不陌生 然后在那个快打旋风的 那一个合作案里面就有出现过了 好吧出现过了 那就选一下三个人 然后三对三跟玩家连线对战 赛季依对战规则 那格斗家参战的名单呢 新增格斗家参赛名单 选择随机参赛的名单 可游玩梦幻对决随机 隐藏格斗家 还有一个隐藏格斗家 按不下去 没办法按你 新增格斗家转换功能 常按格斗家就标示 后可以转换为其他年度 还有服装的格斗家 哇 这个转换跟新参战 新参战应该是不是那一位啊 格斗家平衡呢 格斗家技能与HP平衡调整 前一季格斗家的技能跟HP 以前一季胜率为 准备为准进行调整啊 胜率56到70向下调整 哦 所以他每一季都会去调整 他的那个格斗家平衡 是不是大家用的比较多 赢的比较高 像那个豪鬼 他就会被调降 是这样吗 应该是类似啊 胜率50到55平衡调整 胜率25到49向上调整 那技能平衡部分调整呢 就没有讲了哦 伤害调整 调整单方面被击中时所受的伤害 连续受到攻击时所受伤害较少 哇 所以连续受到攻击 伤害会变少 从各技能被连续攻击三次 所受伤害逐渐减少 哇塞 所以就不能连续攻击了 这也蛮奇怪的哦 防御条新称防御条系统 命中防御对象时防御条减少 对方防御条变为零时 发动防御条失效 不同技能类型减少 数值不同 防御条失效解除 防守与失效动作中无法行动 哇 赞哦 就破防再破防 你又更可怜 被打假的哦 终极战特殊技能 终极 终极啊 终极极被 被极对象位置调整 所有格斗家使用终极技时 可轻易起命中 终极剂减少消耗PG 所以它是5PG改了4PG 逃脱技能 追加逃脱技能附加效果 使用逃脱技能时 使用者周边 剩余掌风全部解锁 翻滚及紧急回避 变更部分技能规格 翻滚后 延迟比前一季增加0.1秒 战力状态下受到 连击和掌风型技能 攻击时可紧急回避 战力状态下受到打击 而投擲型技能 攻击时无法回避 无法紧急回避 Bug修正就这4项 那梦幻对决资讯呢 就是 亏者就3个啊 格斗家然后对战炒台太痴 然后下面就是这些 刚刚所讲过的这些 然后那再可以去看一下内容 喜欢打这个梦幻对决的 就是看一下内容 那李白呢 是不打这种对战的PVP 那就是 比较比较PVE的感觉 PVP就比较少去玩了 冠军赛也很少玩 所以梦幻对决上次 上次的赛季也没完 也没有去 也没有去玩啦 只是在解任务才进去一次 又出来 就是解任务而已啊 好 那 再来是 梦幻对决的活动任务啊 他可以得到骰子啦 所以 哇 这个 十年胜 徽章 那 每天重置 重复的就是 游玩梦幻对决一次 就可以获得150天的材质 每天重复 胜利 就可以得到50 好不好 可以去增加他的骰子哦 好不好 好 这个就是我们的梦幻对决 然后对战规则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5-5 全新底包通知 CM小五来咯 那这些礼包就是有课金的 可以再去看一下哦 全新还是 全新的礼包 好不好 那就不说就介绍了 再来就是6月20号活动一餐 6月20号又有4000活动红宝石啊 CM小五带红宝石来了 那6月20号到7月4号 每天登录的话 有送红宝石 活动红宝石哦 所以 12000 3000 4000 就是4000 活动红宝石 看来应该又有新的EX啊 X5EX上市了 是不是E5的 E5系列的哦 安琪摩托车旅行 骰子游戏 就是刚刚所说的那个骰子游戏 就是这个 然后所以这个大家也不陌生 然后就是制作上面这些任务啊 然后就可以达到去 就可以达到 然后拿到骰子的积分 然后就可以去骰一下 好不好 基本就是100了哦 看你骰到多少就走多少步 这个应该都不陌生了哦 好 骰子活动 跟活动红宝石 然后再来是谷科长的故事啦 好不好 谷科长的故事 今后的规划与YouTube 频道一周年纪念 好吧 一周年纪念 那李白刚刚一直在测试那种 就是有影片说话 讲韩文 然后用语音翻译 直接听他的影片 然后直接去翻译 那说真的 演 还真的蛮困难的 说真的 真的还蛮困难的 是没办法直接用语音 本来是想说录个影片 然后直接用线上语音去翻译 但是好像没办法连续讲 讲到一半就要停住了 那就是李白再另外做一个 那个 可以的话 应该会做一个有字幕的中文翻译的 那我们就在 我再看看有没有其他方式 去做一个翻译 那我后面再看一下他里面说的是什么 那相信 相信那个巴哈里面已经有了 那巴哈那边我就先不介绍 那应该大家的大部分是想说 后续呢 后续应该是 我来先来看看 我先用口述的啦 好不好 今后的规划呢 就是 二月通过开发者手册呢 正在开发 Allstar的档案 但有一些外部问题还没解决 所以最终发 最终无法发布 那他好像有一个副本 然后 那这个资料来也是在巴哈 然后有一个副本 然后现在还没开发出来 还有一些外部问题还没开发出来 那第二个呢 就是他会有一个新的 类似KOF AS 好不好 KOF AS 那后面会改成叫做 KOF IP的新活动 正在筹备中 对此有很多猜测 担心是否会结束AS 一转到新游戏上 那这新游戏与AS不同啦 所以新游戏是否推出 我们都计划提供现在的服务 所以他们是分开的啦好不好 IP跟AS是分开的啦 但是说真的啦 以现在目前他已经规划出来 有可能我两个一起进行 有可能会关掉其中某一个 那有可能 就会合并 对不对 就是你的AS的资料 会直接转到IP 那这个KOF IP呢 他简称就是 The King of Fighters Arena 好不好 就是KOF IP 期待新活 期待这个新的 新的那个KOF IP的活动 那个游戏 我们再来看看 它里面是什么 怎么有什么 跟那个AS小相同的地方 我们后面再来看一下 这个游戏啦 除非它开发出来 然后我们再来看了 开发的就是在努力开发 今年所预定开发的内容 这是很久以前 试玩的画面 哇 他有一个试玩的画面 那有可能后面 看他发展的如何 那刚刚Dream Match的 就是那个 梦幻对决也出来了 梦幻对决刚才所讲的 那第五个就是 当然现有的格斗家 也会再登场 如果可以的话 会考虑提高 为加入的AS格斗家 好 那第六个就是 重新召唤几率的问题 重生召唤几率的问题 那召唤几率真的是 大家玩家永远的痛 出了一个EX 发金光的 然后再发紫燕的 然后再发红色的 一共有三种 那个几率真的是很难去掌握 那第七个就是 关于收到合作的各种评论 和新内容的意见 提议 毕竟合作IP不属于 南Mable所有 实现的可能与建议有所不同 这个应该就是合作案了 就是需要官方多多进行 然后多一些合作案 让我们多增加一些新的角色 然后那刚刚这七点 就是那个谷科长故事里面 那个内容 然后主要是那个KFIP 这个比较关注 因为IP跟AS到底是 后面会怎么样发展 不知道了 就看一下KF老板 到底是想要怎么玩 好不好 好 那这个以上的来源 就是在巴哈里面 那个KFallstar 巴哈文章列表里面的 那个谷科长的故事 今后的规划与YouTube频道 一周年纪念 好不好 那记得去多看一下 那个内容 那里面呢 还有一些玩家呢 他有发出一些 那个 Numrable的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 那个销售经营的 那个 帕数 好不好 那我们AS呢 营收占比 一直不到3% 排不上去 好不好 那 7KIN 7骑士2 它是4%的营业额 比较看得清楚的 7骑士2 那再来就是 哇 你那个复仇者 那个游戏也上去了 看不到KF All-Star KF All-Star 所以他们还是要多出一些游戏 KF IP KF All-Star KF All-Star 上市 这5月份才发 才公告的啦 对 这个巴哈的玩家 还蛮那个的 还有 还有那个 他的那个 还有他的那个什么 他的那个影片啊 介绍盈利的影片 这也不错 而且李白也加入了他们的那个YouTube的那个订阅啦 看有没有什么更新的报导再提供给大家啦 那这个玩家在巴哈里面留了一个非常感慨 虽然LS的还不会管 但营运现况确实令人感慨 哈哈哈哈哈哈 实际还剩多少投入来维持发展 要说意义转接连三个格斗家格斗游戏合作 也感觉好像有点想要三种的意思 嗯 现在看起来也差不多三四年啊 有了吼 差不多这个台湾上市应该三年多啦 只是有时候就是一个游戏啊 能玩那么多那么久也是不简单的 所以玩家从一开始像五礼白 从一开始到现在 玩到现在历经的那么多 不管是抽卡几率啊 还是还是那个战斗卡的变更 还有突破系统 还有一些新的那个卡片的上市 新格斗家上市 就是到现在的E5跟E5的合作 拿到KF5 那个E5的那个合作呢 也是历经了一些大大小小的事事件了喔 那当然KF5还是一样 也算是我在经营啦 也不是说完全放弃啦 只是他现在已经朝向就是 每次都有新活动产生 然后新的那个角色给你 你就是不断的这一次两个礼拜结束 21天结束就换下一批那个新的角色 然后在21天 好像多多招手都变流 流于像那个出新角色的那一种抽脚的概念了 那当然希望也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活动跟副本出来的喔 好那这里跟大家说一些比较多的话语啦 然后看到这一个 这一个那个巴哈里面的文章有一点 有一点 有一点话多了 好那这里是底白武器频道啊 跟大家介绍这个活动啦 那希望大家会喜欢喔 那我们下次说明公告的时候再会啦 拜拜 拜拜